Inaoria OK 那我們最近在德國的旅行 也基本上接近尾聲了 那我們最近吃了無數遍的豬腳 超爽 吃到肚子真的真的 我褲子有點緊 穿不起來 寶貝你要幫我買新褲子 真的 我也是知道肚子越來越大 那麼這麼大的肚子就換回了 我們必須告訴大家 哪間豬腳最好吃 新的分享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一個豬腳評比大賽 我們就要去介紹我們吃的每一間的豬腳店 到底哪一間的口味如何 我們從第一間開始 首先我們就是這一家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都把他的杯墊帶回來 對 我們收藏了所有的杯墊 對 他就是紙的杯墊 所以基本上就是拿來墊飲料下面 或是蓋在上面 這種工具都一次性拿 拿一個無所謂 對不對 好 來這一家 這一家我們是在漢堡吃的 然後他的優點我印象很深刻 他的豬腳特別大塊 對 是我們目前所有吃過最大塊的一家 他的這一家的豬腳 基本上我們三個人吃 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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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會撐死的那一種 就是其他人的豬腳 差不多都是 可能我覺得兩個人吃一份 兩個人吃一份就OK 忘了跟大家先說 我就是德國的豬腳都是超級大 就是你一個人要吃一個的話 基本上是吃不完的 對 除非你大胃王 對 那這一家呢 尤其特別 他是我們在漢堡找到的 然後呢 他就是豬腳特大 超大 我們基本上是三個人吃一個 而且還會快要吃不完 那如果說就是不想吃那麼撐的話 可能四個人吃一顆都是OK的 對 然後可以再搭配比如說你點其他香腸之類的 對 我們一般都會再搭配一個香腸 對 不然光是豬腳也是有椰子很膩 對 我們就配一點別的 對 然後這一家他的豬腳肉質我覺得就是偏硬 對 他口感偏硬 然後酸菜蠻酸的 酸菜 我們超喜歡他們家酸菜 對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酸 對 那麼他們家酸菜真的是夠酸 夠味 非常的夠味 然後這家還不錯 這家長這樣 這個HB HB他這一家也是從木尼黑開出去的分店 但是他每家分店只有開菜單好像不太一樣 對 因為這一家我剛剛講他豬腳特別大 那他的價位也是我目前吃下來所有豬腳餐廳裡面 就是偏貴的那一家 可能因為他長特別大吧 這一家那個豬腳 我記得那個NECO PORK NECO 他一份是好像30塊錢 對 30歐 30歐 30歐左右 所以價格偏貴 但是他大 所以也還行 OK 好 下一家 OK 第二家 第二家是我們在柏林的時候吃的 然後這一家 這個有一個 他是LW 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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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有一個這個螺旋的符號 那麼這一家 他是我剛好那時候在柏林有個同學 以前的國小同學 然後就他在德國讀書 然後他就推薦我們 就一起吃個午餐這樣子 然後就找到這一家 那麼這一家 他也是從慕尼黑開出去的分店 他的總店也是在慕尼黑 每一間都是慕尼黑來的 對 基本上我查過網路上 我們在慕尼黑的時候 我們查網路上就是說 推薦哪一家豬腳店 很多人都推他的總店 但是因為我們前面已經吃過 所以我們就去 我們在柏林的時候 就已經吃過他了 那他的分量來說的話 也算是大 也算是比較大 沒有第一間大 對 沒有第一間大 但是後面幾間都相對更小一些 所以說他的話還行 他的話據說我建議是一公斤 對 他就一隻豬腳一公斤 第一間的話 那可能是一千兩百克 反正是超過一公斤 絕對超過一公斤 那麼這一間呢 我覺得他的特色是說 他的皮特別的脆 皮很脆 他的皮特別特別的脆 但是呢 相對缺點也是 就是他的皮會脆到有一點點油 對 有一點點油味了 補充一下 就是那一天 因為我們在旅遊途中 就是基本上不太喝酒 然後但很多人就想說 到德國你就要喝德國啤酒 然後那天是他的朋友 然後點了一杯啤酒 然後我有試喝一口 因為我就想說我真的很好奇 那是什麼味道 小酒鬼在這 所以呢 我覺得喝起來就是沒有苦澀的酒味 是一般 比較順口 一般比如說不敢嘗試喝酒 或是怕那種酒苦澀味的人 就很值得來嘗試看看 可以試試看他們家的酒 所以他們家的豬腳也不錯 酒也不錯 他們價格也相對便宜近人一點 大概20塊錢左右 20歐左右 合理一些 對對對 OK 那再下一個 OK 第三家 這個 這個看大家可能比較看不懂 這一間就是我們在斑貝閣那部影片裡面有看過 如果你沒有看過斑貝閣的影片的話 麻煩又這樣子喔 OK 點一下影片喔 那這就是斑貝閣那一間百年的煙燻啤酒館 對 那他也有豬腳 他們家的豬腳呢 相對較小 其實算比較小的一顆 就其實小到我覺得 我一個人也能吃得完 對 我覺得他們家是唯一一個 一個人吃得完的那一個 對 我覺得蠻小的 然後價格當然也比較便宜 價格大概14、13塊 對 比較便宜一點 對 然後那口感上也不錯 他的肉比較軟一些 對對對 他的特色是 他這種豬腳我覺得 他是可能先滷過 然後再去烤外皮的 對 所以他的肉本身是 有一種特殊口味的 他不是就是烤的肉味 他是還有一種 可能一種醬油還是什麼滷的一種味道 就味道蠻重的 比較特殊的一間 然後這間 我還是無法接受他的煙燻啤酒 人家就說 因為我們那天晚上 就有 就是有在當地約一個有人吃飯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說 這家電人啤酒第一口 你第一次喝喝第一口 就覺得好像不怎麼適應 但你喝到第二杯第三杯 你會覺得順口 這個我真的 我憑良心講啊 我還是無法 因為我是 就是平常喝酒 我一定是會把它喝完的那一個 那一杯我真的喝不完 就他這個真的 我也喝了一口 那就是 有一種怪味 就是會秀楚的味道 就是煙燻味我覺得OK 但是他還有一種那種奇怪的口味 這我無法接受 這間 但是呢人家也說 就是 怎麼樣呢 全世界就只有我有這個煙燻啤酒 你來了就是得喝一杯 那我們也是來了就體驗一下 對對對 但如果說美 就是你真的如果來到這邊的話 還是喝一下吧 雖然有點抬雷 但我覺得 算是一種體驗 我覺得這個喔 除非是你本身很愛喝酒 對酒這個 你是有喜愛的話 你再去體驗 那如果你本來就不愛喝的話 那你也別體驗了 你可能喝一口就剩下不喝了 純浪費錢 不過他們家的蘋果汁滿好喝的 很純 他是現炸的蘋果汁 對對對 OK 再加班貝格 好再下來 這是我們吃的第四家 就是我們到慕尼黑吃的 這一間呢 剛好就在我們飯店附近 然後我們那天本來想說 要找也是一樣很有名的豬腳店 然後但是 因為那天下雨 要是大家走得很累 所以我們就隨便找了一家 沒有沒有 我補充一下 其實那一天呢 我有找豬腳店 但是我找到了 整個慕尼黑 所有網路上 推薦最多的 就是我們在搏了一次的這一間 沒有 後來就想說 不要吃重複的 就想說已經吃過了 就換一家 就換一下 然後這一家呢 是我目前公認最雷的 我跟妳說 這一間喔 不是說我故意採雷喔 對 他在Google評價上 他也有4.5顆星 其實星星不少 對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呢 也是做滿滿的喔 就是人也非常的多 然後他就在火車站旁邊 非常的近 然後呢 但是呢 他的豬腳呢 一來豬腳很小 然後二來呢 就是他的皮是 只有一半是脆的 他不是 就是德國的豬腳其實是分就是真的一種 真的豬腳 就是真煮的 另外一種是烤的 對 然後呢 他這個豬腳呢 感覺像一半一半 因為他這一半是有 就是烤過焦焦脆脆的皮 另外一半就是 皮軟軟的 一般的皮 你知道嗎 就是只是熟而已 所以這一間真的是雷 好不好 這一間真的採雷了 那大家 我們已經採過了 大家來真的不要採 大家可以記住這個 這個符號 就真的不要採 然後呢 他的豬腳呢 不但是皮的問題 再來就是 他的豬腳的肉 鹹到爆 很鹹 超鹹 真的是 然後他的酸菜 他吃鹽巴 是我目前吃過 比較不好吃 然後他的酸菜沒味道 對 就很很奇怪 很軟 有些酸菜就很軟 軟到你就覺得我是在吃菜嗎 好吧 這一間從頭到頭 都在講他的壞話 真的因為 老實說沒什麼太大的優點 對我們還是要橫平信抱的好不好 對 就是呢這家雖然說我們點的菜很累 然後我們又不喝酒 所以 但是我們看到這間店還是很多人 他們都點啤酒 所以其實這家店的酒 我相信應該還是不錯的 應該有可能 而且我們看到很多人 他們就只是點啤酒 喝完就走 所以顯然就是他們的菜不怎麼樣 但酒很厲害 他都不吃 他都只是喝就走 對 所以說如果有喝酒的人 我們是沒有喝 但有喝的話 可以來 試試看 但是別吃他們家的主角 最後壓軸的這一家呢 答案就是 有沒有 其實是剛才 有點眼熟 是剛才第一間有沒有 有看過的HB這一間 對 那他的總店在墓裡可以 他真的是長這樣子 他兩面不一樣 中文叫做 皇家啤酒屋 對 他叫做皇家啤酒屋 那麼他這一間呢 第一個就是他的裝潢 我覺得已經極具特色 對 他在一個 雖然是一樓 但他搞的有點像地窖 然後呢 天花板就有畫畫 對 然後呢裡面還有樂隊 然後有唱歌 然後大家都喝啤酒 然後很嗨 然後德國人在那邊唱他們那種 就是算是愛國歌曲吧 那種就是 讓大家士氣很嗨的一種歌 一些歌曲 然後唱得連我都很嗨 雖然我們都聽不懂 然後就很嗨 跟著他們在那邊亂吼 對 而且在那邊就基本上 絕無人場啊 只能這樣講 他們的氣氛蠻會帶動的 對 那但是這一家呢 他其實他的豬腳跟 我們最前前 前面在那個 吃的這一家 在漢堡吃的 其實又不太一樣 對 對 因為在漢堡那個豬腳 特別的大嘛 我們剛剛前面講 但是呢 我發現說 來到了慕尼黑以後 或是往南走以後 其實豬腳就不是在拼大了 對 真的在拼 就是相對精緻一些 對 但是你說他真的是 很小嗎 其實也不會 大概兩個人吃也OK 對 兩個人剛好可以吃完一個 對 那他的豬腳呢 真的就是最好吃 從不管是在漢堡那間 還是來這間 他們的豬腳的品質 真的非常的好 那就是他的皮 就是非常的酥脆 然後裡頭肉呢 也不會太硬 我覺得還想相對 比其他那種很嫩的來說 他當然是硬一些 對 因為他就是純烤出來的 但還是好吃 對 是好吃的 不會說硬到咬不動那種 然後呢 鹹度也非常適中 然後我很喜歡他們家的套菜 依然的酸 真的是棒 對 這真的是棒 然後我們今天就在 中午就在這一家 王家啤酒屋就是 真的超high的 我超喜歡那個氣氛的 那超棒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一家慕尼黑的總店 他還有自己專屬的紀念品店 對 他的餐廳旁邊 門口旁邊 就有一個他自己的紀念品店 賣他們一些就是餐廳logo相關的 周邊商品這樣子 對 如果有喜歡的話 我覺得其實挺有意思的 要不是說我們這一次真的 後面還有很多旅行 沒辦法沒走完 不然的話我覺得 買一點紀念品也是不錯的 我想把那隻小熊帶回去 那兩隻小熊我覺得不錯 其實我就更想要你穿那個衣服 那很Q耶 好啦 那不管啦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 在德國的豬腳評比大賽 那第一名呢 我頒給 應該是他吧 對不對 毋庸置疑吧 對 他的總店 慕尼黑總店 皇家啤酒屋總店 是第一 大家收這個 HB Monichi 就可以找到了 好 那這家呢 第一個 氣氛 口味 真的完美 那他的啤酒 看起來也是非常不錯 因為所有人都在喝 對我們不喝酒 所以就沒有事囉 對沒有事了 喔對 這一間我們今天還吃了那個 水煮的 喔對 那麼說實話 我們不推水煮的 就 因為他端上來就是那種 死死白的顏色 就有點粉粉的 然後有點死白顏色 你看了就 感覺快要沒胃口了 所以就是真竹版的那種 豬腳 豬腳我真的不推 然後他的腥味稍微重一些 肉的腥味 我覺得說就是不能說他不好吃 對 而是跟烤的比 那真的是差太多 所以沒有必要吃 浪費肚子 如果你們說 比如說有兩三個人 三四個人一起來 那我寧可你就是 點兩份那個炸豬 就是烤的豬腳 是啊 然後再點一點香腸 這都很好 但是水煮的那個 就算了吧 哈哈 那個就真的 欸 算了 好 反正他就是第一名 他就是我們的第一名 第二名呢 你覺得是給誰 第二名這一家 柏林的這一家 柏林的這一家 其實我們這一間 沒有去吃過他在慕尼黑的本店 對 說不定在本店也 還不錯 有一點不一樣的特質 不過他在柏林的 我們已經覺得是非常好的 應該 簡單來說 我們後來發現一個準則 能出去開分店的 能從慕尼黑殺出去的 都是好店 對都基本上都不差 對他真的要能夠殺出去 他才能開得好 像這間 這個雷雷的 他就只有一間 所以 這間不錯 這個JW JW第二名 那麼第三名呢 就班貝格這個 第三名班貝格啦 班貝格他的豬腳的口味是不錯的 那只是說 他的那個啤酒的話 就見仁見智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 德國 豬腳 拼比大賽 那我們就到這裡囉 這部影片就這樣 好 掰掰